这么长的客厅 这么宽敞的厨房 就问您这个车怎么样 内部软装就这么绝了 那硬装肯定也不会差了 一位科Ocean底盘打造 3.0T排量加8T的自动挡变速箱 这么大的车开起来毫无顿促感 而且它的驾驶辅助系统 也是完全给力的直接拉满 低速巡航 倒车雷达 倒车影像 车道 偏离 一级系统等等 全部都配备到位了 往上看 这儿有两个摄像头一样的装置 就是本车双重限高预警系统了 在行车的时候 会给驾驶室反馈一些 距离前方限高屋的数据 并能够让驾驶室的人员 做出相关的一个预判 驾驶射同说完了 再来看一下生活上的配置 内部空间十分宽敞 那外部空间也是非常宽敞的 将这个舱门打开 也就是户外的厨房区域了 上方还配备了两米五尺三米的户外支撑棚 搭配下方抽拉小桌板 那这个户外露营的感觉直接拉满了 上方准备的是便携式的柴油炉 飞翔防射的自主制产权 在户外做饭还是防墙风的设计 这也太给力了吧 最高活力只海五千瓦 尖炒烹炸样用都行 那户外做饭不是轻轻松松吗 如果说是遇到了晚上 下方还有两个LED的照明灯 就算是晚上我也不用担心摸黑做饭了 来上车 内置厨房设计呀 也是真正的体现了飞翔设计的实力 一体成型的厨房台面 不仅平整而且呢 无仪清洁死角 柴油炉以及加深的洗菜池 那么我们在日常做饭的时候呢 也毫无畏惧 上方还有多角度调节的水龙头 看完这些 你想好做什么菜了吗 先别急着做饭 先找着做饭的厨具吧 上方的生姜雕棍降下来 里面有定制碗筷制部架 行车的时候呢 不会发出一响按动按钮 对上方一大块的空间呢 就可以把备好的菜放在上方了 下方是储物空间 以及最左边是瓶瓶罐罐的 调味料的拿取处 您加了定饭包 砂锅 平底锅等等 全部的储具都可以放进去 您不用去精挑细选 到底带哪个了 都带上 旁边就是微波炉 浸水设备 对面还有152升的大冰箱 就这一整套的厨房系统啊 还完全的与后方生活区域隔绝开来 说完厨房再来看一下卫生间 卫生间的门呢 采用的是圆火的造型 美观 而且内部空间非常宽敞 这个内部它确实非常宽敞 别看它其貌不扬 其实设计的非常的张狂 洗手盘是可以折叠的 马桶呢 是可以旋转侧滑的 这么一镜子啊 也是可以打开的 全都是储物空间 五孔插座都是防水的 窗户是带有防纹帘和隐私帘的 最厉害的这个卫生间呀 它还是吸塑液体成型的 不会返潮 发霉 不是我吹 它真的非常行 洗手完 先来 慧客厅 小坐一会儿 这米白色的大沙发 想坐我就坐 真的是非常舒服 对面就是两个航空座椅 360度可以旋转 八项可调节功能 您说想和哪个朋友打个牌 没桌子 哎 桌子肯定都是有的 这不 它不就是分分钟给你变出来了吗 哎呦 延长板 这个面积您觉得够不够用了 桌子降下来 当我们晚上要休息的时候呢 就把它推回去 那床不就来了吗 沙发往外进行冲拉 一张一米三尺两米的大床就来了 再打开前方32寸的液晶网络电视 舒适度直接拉满了 一张床当然不是这款房车的风格 两张双人大床材式的 楼顶上方天花板九宫格灯池 还隐藏了一张一米三尘一两米的双人大床 开口更大上下床更加方便 沉重600斤 它的床的材质也是铝合金的哟 那我们睡在上方啊 也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床头呢 还有一个观景天窗 那个通风换去 真的是超级无力巨棒哦 这款房车的水电配置 真的是超级大 3000瓦的利变器 1020的锂定池 700瓦的太阳能板 230人清水箱 和80升的灰水箱 完全满足日常的生活需求 实现无忧旅行 这款房车会是您的理想房车布局吗 如果您感兴趣 关注我 它会给您带来更多惊喜哦 使用 我可以 谢谢观看